虽然等级永远被限制在一级 但这并不妨碍他开启无敌外挂的能力 面对普通的盗贼 他也能把火魔法秀出新高度 随便射出一件火焰的威力都堪比可弹 而他之所以这么牛逼 还多亏了他因相貌丑陋的原因 刚到异世界就遭到女神嫌弃 并被剥夺了勇者的自尊 甚至还把他丢到充满魔物的尽头 不过好在得到了月神赐予的神力 他得到超人的身体能力和无法测量的魔物 还在异世界收服了一大波后公款 甚至还创建了属于亚人的亚空间 为了养活自己 男主决定开始经商 这天他带着随从时来到了罗兹卡尔德城市 由于没有戴面具的原因 许多人冒险者都把他当成亚人 更悲催的是个个都还嫌弃他长得太丑 这都多亏的那个坑货女神 导致他不能说人话 与人类的交流也只能通过系统面板 一想到刚来到异世界的时候 现在的这种被嫌弃的程度 他感觉是完全可以忍受的 很快男主来到冒险者公会 可一看这登记卡 公会的负责人就猛逼了 准确来说是里面还记录完成了特级的委托 要知道他的等级却是只有1的一级别 这让各位冒险者都傻眼了 来到任务栏前 男主想要接点简单的委托任务 可遭话弄人 就连捕捉史莱姆这种B级别的委托 他都接不了 只因不能越级 就在这时 一名金发少女闯了进来 说荒城之乐会前来袭击 这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因为荒城之乐可是他在现实世界最喜爱的歌曲 而少女的诉求很简单 他想支付酬金让委托工会帮忙 原来荒城之乐是一群盗贼的称谓 并且为了杀鸡儆猴 已经残害了自己村落的好多村民 然而冒险工会的负责人却很冷漠 毕竟对方是一群凶残的盗贼 光是组织的成员就超过100号人 按照目前的战力还不足以对抗 文言后 少女绝望了 明明自己一直向女神祈祷呢 然而并没有得到重视 听到这 男主不禁感叹 女神这种坏心眼的人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其他冒险者也没有想要帮忙的意识 还要搭讪少女提高价码 这让他非常不能忍受 为此男主也非常无奈 毕竟对于人类的事情 他也不想掺和 此时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在男主走后 他用探查能力知道 刚才从餐厅出来的三名冒险者也跟了过来 而另一边还发现少女和同伴 被刚才的一群冒险者欺负 就在黄毛想要动毛手的时候 一条尸体扔了过来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老套路 少女也发现了 原来是刚才在工会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主 黄毛还想拔剑嘎了这个亚人 可男主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啪几几下就将这群人给收拾了 随后用面板与少女交流 而男主的意思很简单 想要用魔法治疗这个受伤的少年 不到两秒半就完成了修复 再看到少年是狼人后某一 他的印象中狼人也是分很多种 随后将少年背了起来 接着就询问少女村子的情况 从女孩的口中得知村子现在很危险 这群盗贼抢猜也就算了 还要同时屠杀村民就很过分 少女也很无奈 如今已经没有冒险者可以帮忙 这样下去村子肯定是完蛋的 虽然自己对人的死司空见惯了 而自己也偶尔会对人类下手 他本不想理会人类的事情 可内心终究还是存善意的 于是便使用飞行术 带着两人回到了遥远的村子 他告诉少年 既然想和少女在一起 就要好好保护他 也就在这时 他部下的探索之界发现了异样 随后走向了森林处 原来这群盗贼正打算今晚入侵村子 为了伸张正义和不暴露身份 男主再一次戴上了面具 掏出了弓箭 开启了消音的结界 将盗贼的活动范围覆盖 等盗贼发现之时 他们早已发不出声音 并且附近的一切声音也被屏蔽了 紧接着盗贼一个接一个的被射杀了 当然男主也是在避开要害后 对他们施加了昏倒的魔法 首领看着男主有点慌张 扔出匕首想要反击 可男主的衣服可是经过矮人打造的 其防御堪称无敌 为了速战速决 男主果断开启大招 收拾好弓箭后 他发动了火魔法 这是他跟朱小姐第一次学习的火魔法 很快盗贼们也捆绑了起来 少女还以为是自己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在结束战斗后 男主本想跟石找监旅馆住下 可想到一晚上要三个金币的昂贵价钱后 男主就非常苦逼了 石告诉男主 女神找到的另外两位勇者 正在其他国家受到热情的庇护 而他却一喜如瓶 还只是因为多看了女生一眼 可没想到下一秒对方就害羞地说要当他的新娘 而这种事还不是第一次发生 就连高傲的女骑士也是一样 他们在看到男孩的眼睛后 都无一例外地爱上了他 想来这还多亏了女神给的一颗魔眼 就在不久前 他还是个受尽欺负的老实人 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和游戏里的角色一样 获得外挂走上人生巅峰 或许是女神听到了男孩的心声 于是便把他带到了一世界 女神表示这个世界正遭受魔族的蹂躏 需要勇者去帮他拯救世界 接着女神给了男孩一大堆外挂 强化身体 凌驾于魔族的力量 空中飞行的技能 消除疲劳的靴子 还有一颗能俘虏明星的魔眼 听到这男孩只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不过既然是梦就要大胆点 于是他问女神只有这些吗 最后男孩希望自己可以变个外貌 听到这女神都被气冒烟了 但都到最后一步了 他也只能答应 就这样男孩以白毛的样貌来到了一世界 他作为女神挑选的勇者 早已经有一位公主再次等候 就在公主准备带他离开时 一位女骑士走了进来 勇者一看到他就不自觉地凑了过去 毕竟这是他游戏里才能看到的角色 但无理的行为却惹得女骑士很是生气 可这时勇者的魔眼竟然自己发动了 突然的态度转变让勇者也很懵逼 但只有公主看出了端宁 于是他便带着勇者去测试魔力等集和属性 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 勇者有一颗魅惑人心的魔眼 于是公主便让知情者对外保密 随后他特意带来了一个炼金术师 准备好好研究男主的魔眼 可不料反倒把炼金术师给搭建 接连发生了两次奇怪事 也让勇者对自己魔眼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只龙和一个小萝莉 过去一问才知道小萝莉原来是训兽师 随后勇者本想和小萝莉落点家常 却不料他是被公主收留的孤儿 结果安慰的话刚说出口就触发了魔眼 到了晚上就连公主都主动投怀送抱 因为他看出了勇者还无法驾驭魔眼的力量 但为了打败魔族他必须学会控制魔眼 所以公主就用自己来稳住他的心 然而同时被召唤过来的勇者 人家都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 但男主当时还在遭受猪妹的毒打 时间再次回到男主被召唤了几天前 这时的男主还是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就连学姐都羡慕他的平凡 不像自己 只要稍微努力一下 奖杯就能拿到手软 由于一切都太过于顺利 学姐不由地感慨着人生真是无趣 可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召唤到了一时节 而女神又是同样的话术 并且也给了一大堆外挂 最后还有一个吸引别人的领导内容 就这样学姐带着主角光环降临到了一时节 底下膜拜他的信徒更是多到数不过来 相比较同一时间的男主 他还在世界尽头寻找活人的踪迹 过了几天后 学姐已经大致了解了这边的局势 原本魔族被女神庇护的人类赶到了世界尽头 但近十年来又开始扩张领地 甚至消灭了一个大国 因此女神召唤了两位勇者 分别送到了剩余的两个国家里 如今两国虽然是联盟 但却没有表面上那么友好 说不定在打败魔族后 两个国家就会再打起来 来佣兵团后 学姐一眼相中了一个黑皮辣妹 她能感觉到白毛是这些人中最强的存在 所以想让白毛成为同伴并指导自己的剑术 起初白毛是不愿意的 她可不想把生命托付给一个连剑术都不会 但学姐告诉她 只要跟着自己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还能在战场上进行和魔族战斗 相比拒绝的后果被驱逐出境 显然前者是更好的选择 而在同一时间 男主也收获了第一位后宫龙母 很快学姐就迎来了第一次实战 对手是可以通过吞噬魔力变强的狗头人 别看他们外表好欺负 但实力却是很强的 要是没有一击秒杀的话 他们还会立刻召唤来更多的卢伴 好在队伍的人数和狗头人一样 只要同时出手就行了 然而学姐因为第一次战斗卡得太浅 刚想上前捕刀却又听到了狗头人的求救 他没想到魔物竟然和人一样还能说话 顿时就愣在了原地 而狗头人也是趁机呼叫了同伴 事后被救的粉毛也加入了队伍 因为他是会使用魔法的污名 刚才使用的屏障也帮了不少忙 就这样以学姐为首的勇者小队正式成立 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从未输 直到那天遇到了黑蜘蛛 那碾压斑的实力让众人感到绝望 不管是斩机还是魔法都无法伤及分毫 就算是侥幸砍断了一条腿 但黑蜘蛛也能在下一瞬间恢复如初 最后白毛拼死才将众人救了回来 同样是被女神召唤到一世纪的勇者 自己只是因为长得太丑 就被女神当成垃圾给丢了 而另外两人不仅获得了一大堆外卦 甚至在和魔族开战的时候 女神还把她召唤过去吸引仇恨 可悲当炮灰使就算了 两人简直是拿错了主角剧本 自从勇者来到一世纪后就夜夜升歌 在男主还想着开后宫时 人家都准备和王女升二台了 要说男主在意世界的唯一好处就是不受约束 而另外两个勇者还要和魔族开战 现在他们为了攻略史达拉要塞 首次聚集在了一起 不过他们的战力本就是魔族的舞位 再加上女神给的祝福 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于是男勇者便打去地问起对方的等级 在得知女勇者只有430级后 他便骄傲地表示自己有605级 虽然感觉挺无语的 但也只能顺着他了 因为接下来就要向魔族要塞进军 在晚上男勇者有不死的被动 所以他每次都会选择在夜间战斗 可这一路上的战斗却显得很奇怪 魔族竟然弱到一点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于是女勇者为了以防万一 提前展开了防护罩 果然刚到要塞门口 就突然亮起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下一瞬间所有人都掉进了深渊 女勇者因为有所防备并无大碍 而男勇者本身就有飞行的能力 接着他让后宫团召唤飞龙进行反击 不过魔族将军也早有防备 虽然听闻勇者的火力凶猛 但目前看来也不足为局 甚至他都不需要自己亲自出马 只见烟雾中出现了一个光头猛男 勇者见证二话没说便给他来了一枪 虽然直接砍断了光头的手臂 但却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他只是在一瞬间便恢复如初 而他原来是魔王军第三军团的将军 眼看对手是两位勇者 他直接用诅咒戒指消除了女神的庇护 在一定的范围内 他们将无法使用女神赐予的力量 此时男勇者慌了 没了女神的力量也就说明他没有了不死之身 要是现在受到致命攻击就真的会死 于是他架也不打了 直接带着后宫团开溜 可怜女勇者没什么逃生手段 只能被迫留下来断后 好在队伍里的其他成员也赶不过来 而女神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没想到都送去了两位勇者 居然还能输成这副惨状 不过就在这时他竟然意外发现了男主 男主的出现也吸引了魔族最强的战斗 那便是索菲亚和玉剑 可就算如此 勇者一行人还是陷入了古战 没有女神的力量 他们根本不是光头的对手 好在持续的战斗也让光头跟不上恢复速度 而白毛为了一口气将对方打败 于是用出了道具玫瑰印记 可以在短时间内突破极限 贴様を打てば我らは大きく前進できる 油断はいかんな 油断は良くない 見事だ まさかこの戦いで全力が出せると 看来想打败光头是不可能吧 白毛现在能做的只有拖住对方 让队友完成高速移动的准备 因为他在使用玫瑰印记后就没了退 虽然能获得超越极限的力量 但相对的也会遭到反射 我后面复应速度还能够 我会有双神的力量 我会有双神的力量 行かせぬ余 我仍然没有 我还没出过全力量 我还没有 死亡意味を得て 何より友の記憶に残っていける 剣の鬼にはもったいないほどの腹部隊だよ 玉砕覚悟か? デスリーワード 来たれ 死ぬ? それは 響き 楽しかったよ 但爆炸過後光頭並沒有死 不過他們卻收到了索菲亚战敗的消息 而這場人魔兩足間的戰鬥 也因男主的核爆死傷無數 但他自己也深受重傷 在豬內極力搶救下才活了過來 反觀另一邊的勇者可就舒服了 不僅替示沒有 還有王女府為他受到驚嚇的小心脏 自己參加的明明是一場很簡單的認知考試 但他卻怎麼都無法完成 倒也不是因為他菜的離母 而是他強到無法自控 考試內容是捕捉三顆快速飛行的豬子 在其累計一定的傷害後便會停止 男主首先選了一顆只接受物理攻擊的紅豬子 但他只是輕輕碰了一下 沒想到紅豬子直接裂開了 可這已經是男主能控制的最低速度了 如果豬子連這點程度都無法承受住的話 那也就意味著他根本別想抓到一顆豬子 男主不信血 於是又換了只接受遠程攻擊的藍豬子 這次他專門用借來的普通弓箭 想必一定可以輕鬆拿下 男主這下是真的服了 想來都怪會長給他報錯了名 把原本的入學考試報成了教室硬體 要不然他也不用遭這些老罪了 剛來到中立地區時男主還滿心歡喜 因為這裡看起來更有現代化的感覺 不過就在他閒逛時卻遇到了霸凌事件 只見一群男人正在調戲一個妹子 男主起初並不想多管前世 但藍毛那種不懈的眼神倒是勾起了他的興趣 眼看藍毛被對方推倒 男主立馬站出來英雄救美 但他帥氣的打字行為根本沒人看見 好在小谷看出了男主的尴尬 於是替他出面制止了對方 可他們卻根本沒把兩人放在眼裡 甚至還出言嘲諷男主是個醜逼 男主雖然也知道他們說的是實話 但要是被龍女兩人聽見 怕是要讓他們當場去世 讓男主意外的是小時也想要宰了這幾人 只因對方侮辱了男主 在男主的強硬態度下 小時只好好言勸离對方 男主本以為對方要來發大了 卻沒想到只是釋放了個浮空魔法 拉了坨大的 這給男主整不會了 無奈的小時只好掏出魔杖 接著給幾人舉高高 隨後男主消除了石橋 讓女孩趕緊離開這裡 怎料女孩卻不領情 男主徹底無語了 女孩臨走前告訴男主自己 就在前面的飯館當租屋舍 緊接著就離開了 這時男主想起還在天上的幾人 以防對方摔死只好讓小時救下幾人 幾人也是撂下狠話便離開了這裡 為了能在中立都市這裡開店 男主打算參加三天後的入學考試 可也是這時他才知道 原來布蘭特會長給他報的是教師硬品 但其實也不是會長的錯 而是管家老眼昏花沒看清文件 為了不辜負會長的推薦 男主還是來到了面試官這裡 他試圖問對方還有沒有別的職位 畢竟他一個啞巴來面試講是不太合適 可沒想到這一問卻讓對方不耐煩了 隨即便滔滔不絕抱怨個不敵 但他抬頭一看才發現 自己口還竟遇到了真是哥 氣得小時當即就開始吸取對方的驚奇 要不是男主的阻止 估計男人得當場交代在這 這時負責人出現 他首先向男主兩人道歉 接著翻看了男主帶來的資料 沒想到男主精通所有戰術 並且還有布蘭特商會的推薦性 於是他便給男主安排了一個最高難度的考試內容 考試期限為三天 內容則是收集三顆高速飛行的珠子 在講解完詳細的捕捉辦法後 幾人就被傳送到了一處考試場地 男主通過感應發現 他們和自己的位置相隔甚遠 也就說明在捕捉珠子時不會被人干擾 可男主怎麼也沒想到 自己明明把輸出控制在了最低 但竟沒有一顆球能承受住他的攻擊 而且選擇的攻擊辦法也都沒有錯 按照設定紅色只能用物理攻擊 黃色是魔法攻擊 最後的藍色則是遠程攻擊 突然男主意識到了問題所在 自己平時都會給身體施加強化魔法 於是在解除後他又嘗試了一下 結果一天過去男主仍是一無所謂 到頭來還要露宿野外 而為了能睡個安穩覺 他在附近射下一個碰到就會觸電的結局 可沒想到一覺醒來眼前全是魔物 隨後男主查探其他人的情況 他發現有的人已經離開了 於是為了不成為最後一個店員 男主決定先從藍珠子開始 畢竟遠距離攻擊可以降低威力 接著只要用羽毛輕撫珠子應該就行了 結果這一件還真讓他打中了目標 但珠子竟又在下一秒消失了 冷靜下來後男主用結界捕捉珠子的形體 然後在射中後立馬鋪上去 男主就這樣收穫了第一顆珠子 但也就在這時他感覺到又有氣息消失了 看樣子可能又有人通關了 不過也有可能是棄權 但不管怎樣自己都要努力加把勁了 接著他將目標鎖定在黃珠子上 首先用結界弱化自身的力量 然後將魔法調整到鼻屎大小 時間一晃又過去了一天 但今天男主卻看到了一個可疑的黑衣人 他上來就是幾個飛鏢 然後隱身躲了起來 只可惜他遇到了男主這個寡靈 就算隱身也逃不過男主的感知 於是男主假裝中招 反手就掰斷了他的武器 眼看形勢不對 黑衣人便想開溜 但他卻發現自己已經動不了了 這時男主也不著急幹掉對方 而是詢問他的目標 原來他是受人委託 要讓這些應聘者知難而退 但因為是通過暗殺者公會接的任務 所以他也不知道委託人是誰 眼看黑衣人還挺老實的 男主便好心送了他一程 然而最後一顆紅珠子卻讓男主自病 因為他的魔力不斷從身體涌出 只是輕輕觸碰珠子就會承受不住 突然男主想到可以利用黑衣人的刀子 用刀背輕輕敲打 果然在碰到珠子後並沒有破損 完成任務後男主回到了考官面前 其他人也早已經再次等候 想必他們都收到了黑衣人的威脅 而考官自然認為男主和他們一樣是棄權了 不料男主直接拿出了三顆珠子 也是這時男主才知道 原來任務所需的三顆並沒有顏色要求 畢竟能用擅長的攻擊手段取到三顆就很不容易 自己只不過是在學生們面前 秀出了堪餅和蛋的魔法 不曾想卻刷新了他們對魔法的認知 要知道無銀唱施法已是人類的極限 而學會全属性的魔法再次刷新了他們的三關 只是兩秒半的功夫 一條龍套餐就給同學們演示了個遍 更為驚喜的是 他們還解鎖出同學們從未見過的魔法新招式 原來就在不久前 男主被聘為學院的實戰臨時教師 他可以在一邊行商的同時一邊講課 但負責人告訴他 只要別在學院內有金錢交易即可 也就是說 男主可以在這裡宣傳自己的產品 而教師的薪水則是按學生人數計算 一人即時沒銀幣 但堅韌的情況下只能交一堂課 並且最多只能收30名學生 見此情形 男主打算於開設10人以下的課程 也就在這時 一名專任講師突然出現 他見男主和自己教的同樣是戰鬥技術 於是打算介紹10名 對此有興趣的學生給男主 他們當中有人會使用挑服術和念画的人 此言一出 男主瞬間聯想到當時欺負女孩的那群學生 這種水平要說優秀還談不上吧 要知道突然的無視現殷勤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為了豐富課堂上的教學知識 男主來到圖書館 這是一名管理員詢問他想找什麼書本 不會說人話的男主 當時打字要找關於魔術咒语的書籍 不料卻感受到了對方的殺意 他是沒想到男主一瞬間就能施展出魔法屏障 原來眼前的女人正是先前男主所救女孩的姐姐 雖然臉的確長得很像 但貌似身材的差距有點不對 沒想到男主的猥琐視線竟被伊娃發現了 可不知為何 看到他笑裡藏刀的樣子 他突然懷念起了姊妹妹 很快介紹的十名學生如約而至來上男主的課堂 他們很好奇男主是亞人還是人類 但如果長相很醜陋就算了吧 沒想到他們的對話正被男主的收音之界聽到 還未上課實力就已經被看出 古王覺得讓自己扮演黑臉比較好 如果男主太過和善定會被瞧不起的 盡可能的話要扮演一張可怕的臭臉老師 隨後學生們來到訓練場地 他們還以為眼前的古王是老師 女孩子們瞬間就被其帥氣的臉所吸引住 可等男主介紹完自己後 他們傻眼了 接下來男主會進行以魔術為中心的嚴格教訓 他詢問同學們能操控各種屬性到什麼程度 但得到的答案卻是要么會一種屬性 要么會懂一丁點威力的其他兩種屬性 至於他們當中誰能使用同樣程度的多種屬性卻無人應答 想到龍妹在亞人那裡當大佬的威嚴 於是他決定模仿一下龍妹的氣勢 當即說出了他們的實力這樣下去永遠只能當個三流之輩 此言一出瞬間激起了重名 原來男主想用激將法引起他們的興趣 其中一名學生覺得魔術應該選出自己最擅長的屬性 然後再加以練到炉火纯青才是 但卻遭到了男主的反駁 要是唯一的屬性被敵人看透 會在戰場上輕易被撕成碎片 應對這種情況 至少得要有自由操控三種屬性的能力 但說起來容易可做起來卻難 他們質疑男主沒有實力就不要誇下海口 谷王邪魅一笑 接下來他會和男主進行一場模擬站來掩飾 讓他們親眼判斷他們的實力 當谷王掏出法杖之時 同學們隱約能感受到齊韵涵的魔力精緣 可相較之下 他們卻感受不到男主身上的絲毫魔力 不過很快他們就會被啪啪打你 男主也沒想到 武王現在的發育竟然能如此神速 不僅能快速移動 力量也相當驚人 要知道當初低约時 他是個連跑都跑不動的骨頭 在場的同學們都看傻了眼 兩人的招式完全超出他們的想像 隨著魔法屏障的破裂 兩人也就此拉開的距離 武王劍狀召喚出了大量的岩石 但在男主這個掛逼眼裡 這裡都是小兒科 隨手拉弓射出一道火焰 看到同學們驚嘴 驚嘴 驚嘴 看到同學們驚嘴的眼神 男主覺得不能拖太久 得各自放出大招才行 於是兩人念起了灰色的咒语 這是自戰鬥以來兩人第一次念咒 可同學們就奇怪了 自己的老師不是不會講人話嗎 其中一名學生 聽出了老師念出的卻是古代理 如果吳吟唱施法的威力都那麼強大 那念咒之後不就毀天滅地 果不其然 在對播了兩秒半後 古王終於是認輸了 同學們總算是見識到老師的真正實力 不過這也嚇壞了他們 男主告訴同學們 如果想要變強隨時歡迎留下來 有的同學很興奮 有的同學深知其中的可怕 至於這堂實戰課程會留下幾名同學 讓男主感到非常不安 第二天沒想到居然還真有一半人留了下來 在點名介紹完同學們的資料後 男主決定正式開始第一堂課程 首先他詢問大家魔力的消耗對人體的影響是什麼 有的人說魔力量消耗到一半的話 會引起精神疲勞 如果只剩下兩成的話會失去力氣 要是魔力用光的話會引起嘔吐和意識混亂 最後超過極限的話甚至有可能會死亡 這是他們小學就已經學過的知識 至於男主為何要這樣詢問 原來他想先透過戰鬥掌握他們的機心 並且要他們做好受傷的心理準備 不過也不用擔心 他的傷會有大量補充魔力的藥品 甚至還有恢復體力的 好傢伙 男主順便幫自己的商會宣傳了一波商品 此言一出同學們都猛逼了 只是兩分半過去 同學們就已經疲軟了 女孩還不想認輸 卻被捕王阻止了 如果再繼續戰鬥下去 魔力會耗盡的 話音剛落他就嘔吐不止 最後只剩下兩人 兩人也沒想到老師只是用了不到半成的功力 就已經把他們的魔力耗光了 突然藍毛發現自己的身體得到了恢復 原來是同學用了謹慎的魔力想幫他完成最後一劑 對此男主覺得對方判斷都很準確 可即便如此 他們還是被男主顽念 不過有男主的恢復藥水 他們得以恢復了過來 當然魔鬼的課程還遠未結束 接下來他們會加倍感受到來自男主的折磨 同樣是被女神召喚到異世界的勇者 自己隨手便能搓出一顆核彈 並且同時用出多種屬性都不在話下 但另外兩人卻連他的手下都打過 尤其是深受女神祝福的男勇者 自以為可以靠外掛輕鬆拿捏龍女 可不料用上女神給的魔眼都不好使 相比之下男主隨手緊發核彈 就收穫了一堆小迷妹 他們都搶著要給男主當小老公 也是這時男主才知道這裡原來是一夫多妻子 但在他的觀念裡 像他父母那般恩愛才叫結婚 另一邊的龍女收到了小弟的情報 原來在人魔兩族大戰前 索菲娅和附近最強的龍膠戰狗 但有關封印女神之力的戒指 他們卻都沒有查到任何情報 這時龍女察覺到小弟被人跟踪了 果然下一秒就有幾個自稱旅行者的人前來拜訪 但白毛卻知道他們是盯上了自己的武器 只是沒想到來人的真面目竟是勇者一行人 而勇者一來就看上了龍女腰上的配套 可當龍女準備拿出來介紹時 卻不料傻逼勇者竟一把奪了過去 但她拿在手上卻怎麼也拔不出來 原來武器上施加了只有龍女能拔出來的魔法 而為了打罰他們離開 龍女便拔出武器讓他們看了一眼 可這一眼反而勾起了他們貪婪的慾望 皇女當即開出高架想要購買 但這兩把武器就像是龍女的搭檔 拍多少價格她都不會賣的 於是勇者直接發動魔眼 控制了與她視線相對的白毛小弟 下一秒小弟一反常態 竟然主動要將武器送給龍者一行人 接著勇者又對龍女發動了魔眼 結果她那噁心的眼神反而遭到龍女的嫌棄 搞得勇者都不自信了 因為這還是第一個讓她魔眼失笑的人 而她身旁的小蘿莉竟看出了龍女的身份 並且還不是一隻普通的龍 但她明知道龍女的身份不簡單 卻還妄圖用遜龍的辦法將其收服 結果龍女一個眼神就嚇得把人生發怒 bits明智雁 身份不只能否形成功 整合角合掌 龍女的神愛 若 по後來 只能说这傻逼勇者是真不知道天刀地后 也多亏了这次遇到的是比较理智的龙女 爱与女神的关系 所以才没让勇者直接消失 要是换做猪妹 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而白毛小哥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 于是为了变强 在龙女提议当她的眷属后 小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而另一边的猪妹正在海边分辨海藻的种类 不过她吃起来的感觉倒是一样 然而这时一只狼狗竟向她扑了过来 因为弄失了她的和服 猪妹当即决定送她去见祖宫 也是这时女勇者及时就吓了狼狗 猪妹看出了来人正是狼狗的主人 所以决定把他们一起解决掉 可不料这时女勇者竟不顾自身威胁 反而关心起她有没有受伤 女勇者把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都怪自己没看好主人 她表示会好好赔罪的 说完便把狼狗收回进腰带 而女勇者那副傻笑的模样 让猪妹一时想起了男主 于是她也不再追究 只是让女勇者帮她挑选出品相较好的海藻 结果女勇者一下就分辨出了海藻的种备 这让猪妹顿感捡到了宝 猪妹就这样跟着女勇者学起了料理 而她因为想去七哥镇上买新装备 所以猪妹便也一路跟着 但走着走着猪妹突然停了下来 并问他们对自己的实力是否有自信 原来有一只罕见的魔物正朝这边过来 猪妹打算等他们不行的时候自己再动手 但让猪妹感到意外的是几人看起来还挺厉害 只是问题在于他们的装备却很脆弱 而这也正是他们要去七哥镇更新装备的目的 眼看在拖下去几人只会被团灭 于是猪妹便上前随手挥了一下 结果仅仅这一击就结束了战斗 旁观的几人直接就看傻眼了 可不料这时魔物又站了起来 这下倒好 魔物连渣都不剩了 事后猪妹只想赶快回到七哥镇 她要让矮人帮忙抢救一下衣服 于是她释放出迷雾让女勇者体人晕倒 也是这时狼狗又冒了出来 看到狼狗仍是充满敌意 猪妹意识到她之前见过自己 但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她跟以前不一样了 等女勇者再次睁开眼时已经来到了七哥镇 根据猪妹留下的信件 她来到了男主的商会 此时猪妹换上了一套更清凉的衣服 之前的衣服则是在抢救中 而猪妹叫来女勇者的目的 是想让她教自己料理 可勇者的同伴表示他们没多少时间 因为还要取得新装备盒去荒野修行 猪妹文言直接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 她告诉几人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去荒野只会送死 也是这时矮人提出了一个好主意 她会帮忙制作适合在荒野战斗的装备 并且费用可以晚点支付 相对的条件便是在装备做好的这几天 还有修炼结束的晚上负责教猪妹料理 可猪妹担心他们就算换了装备 去荒野修炼也无法保证不会死 到时她的求学之路不就半途而废了 于是为了保险起见 矮人提议让拖亚一行人陪他们一起去 有这几人陪着就没问题了 看来之前龙女的魔鬼训练真有奇象 现在他们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勇者级别的实力 此时男主还不知道手下都和勇者碰过面了 有的甚至和对方成为了好闺蜜 不过他倒是收到了龙女的消息 因为有很多事要汇报需要他回一趟亚空间 而将这边的店铺安排妥当后 男主便开始了回程之旅 这两个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个没有一点魔力气息的男人 却能免疫他们那双可以石化万物的美不杀之音 甚至还能将石化过的东西轻松复原 这在以前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要知道这个能力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困难 如果不戴着眼罩就连石物都会被石化 以至于他们以为要一辈子戴着眼罩生物 这下终于可以大胆做回自己 于是为了感谢男主 两女当即决定一身相许 男主也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而这也多亏了他回到亚空间 虽然亚空间不规则的气候让他很不习惯 但好在有居民的热情消除了他的烦恼 而猪妹也是献上了自己修行数月的成果 那味道不得不说有点意外 竟让男主尝到了家的感觉 得到夸赞的猪妹开心到落泪 也是不枉自己努力学习了这么久 男主一问才知道猪妹败了一位冒险者为师 他最擅长做一些罕见的料理 其实也就是男主在地球上吃过的美食 随后龙女开始向男主汇报调查阶属 在调查过程中 她遇到了名为智术的勇者 在龙女看来她就是个人渣 就算她打败了魔族 今后大概率也会对人族挑起战争 龙女要不是看在男主的面上 她三分钟给勇者送去下一个异事节 接着是有关女神和屠龙者的事 龙女表示很遗憾 她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情况 这时男主问起有关自己的事情 可龙女却没有告诉她真相 只说在她离开战场后 有人一见将战场炸出了湖泊 而回到亚空间后 有件事一直让男主很疑惑 那就是这里为什么会变得异常躁 龙女猜测应该是男主的关系 因为她走到哪儿就会将物之门设在哪儿 所以就导致亚空间里的气候产生变化 至于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 龙女决定今后再详细调查 另一边的猪妹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教她料理的师傅要离开齐格镇 她要回去旅行自己的职责 在离开前她由衷地感谢猪妹 因为荒野比她想象的还要艰难 如果不是猪妹的帮忙 他们一行人根本活不下来 于是为了抱住这条大的 学姐便打算让猪妹陪他们一起离开 然而话刚说到一半就被猪妹打断了 眼看自己怎么说猪妹都无动于衷 学姐也只能作罢 她只希望猪妹今后有空也可以去找她玩 而另一边的矮人找上男主 因为她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那就是猪妹收集的魔物素材 也就是之前打破她和服的螳螂怪 经过矮人的调查发现 这种魔物竟然专吃风属性的精灵 可按理说普通魔物根本不是精灵的对手 又怎么可能将它们视作为猎物 所以这点就很奇怪 这时小谷低声承认了错误 原来那只魔物正是她培养了 之前躲在僧鬼体内的时候 她尝试过一种实验 首先抓几只野生的风精灵 再削弱它们的实力让魔物不适 最后看两者能不能变成新的物种 但因为没有效果 她便弃之不管了 很快到了新物种面世的这天 因为亚空间的领地在不断扩张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收留一些新的物种 不过前提是要通过高层的重重选拔 最后再由男主面试决定 目前仅有三个物种通过了选拔 第一个来面试的是鸟人的代表 然而它们居高临下的表现 却惹得小猪娘十分不少 在她看来一直让男主仰视可是大不尽 此话一出吓得两人立马坐下 好在男主对两人并不反感 而且鸟人也能帮亚空间 做出不少的贡献 所以它们的面试顺利通过 第二个是龙女推荐的哥尔光 他们的眼睛拥有实化效果 所以在面试的时候戴着眼罩 男主见状便让他们摘下 自己肯定是不会受眼睛的影响 而且小猪娘也在她的保护中 男主认为这应该是魔眼的一种 但这种能力在生活中却很不方便 因为就连食物都会被实化 男主通过资料发现 他们一服只有女性 一问才知道 他们原来会掳掠其他种族的男性 然后吸取精气来繁衍后代 在移居前 男主只有一个条件 让他们在外找好对象 别来祸害亚空间的居民 而且眼睛的事情大可放心 男主会帮他们做出 和眼罩效果类似的眼睛 就算不小心把东西变成了石头 男主也有能力将它恢复原状 两人开心到落泪 这下他们终于可以不用戴着眼罩了 而他们也是顺利通过了面试 第三个是猪妹推荐的小妖精衣服 他们是介于妖精和精灵中间的存在 最擅长采集花蜜和通讯 虽然能派上用主 但性格高傲很不尊敬男主 所以遭到了小猪娘的反对 我反对 最后小精灵一族只能带点 成功入住亚空间的就只有两个嘱咐 在面试结束后 猪妹带来了一份美乃滋 男主没想到在异世界 也能吃上这等美味 到了第二天 男主特意为新成员举办了欢迎会 同一时间学院也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传闻他们的性格非常不好 别说是同年级的学生 就连老师都被整垮了好几个 尤其是像男主那么丑的人 怕是要被欺负死 几名学生都不由替他担心了起来 只因不想在女学生面前丢了脸面 于是他便当场嗅了一波地宝天心 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面对新加入的女学生时 男主直接表示站着不动让你打 只要能碰到一下都算他输 自从处理完亚空间的事情 男主便回到了中立地区 一来他就收获了一大袋满满的金币 而代价只要给店长几根香蕉就行 随后男主两人回到了学院 因为男主售卖的药水便宜食用 其他老师都抢着跟他购买 而且男主还收到了一大堆情书 很多女生都想嫁给他当老板娘 同时他还收到了另外三个学生的申请书 其中两人还是男主的老相识 也就是布兰特会长的女儿基妮和泰美 之前因为诅咒的关系 两人休学了一段时间 基妮表示自己擅长捕火两种攻击魔法 泰美则是擅长物理攻击 可以充当队伍中的战士 最后一个是刚转学过来的昆姐 男主一见面就感觉他的身份不简单 随后男主让大家好好相处 他还特别点名了基妮和泰美 表示不会因为他们父亲的关系 给两人特殊代理 两人对此也是欣然接受 可这却让其他同学懵逼了 因为这性格根本不像他们认识的良姐 随后男主开始了今天的课程 他给之前五人准备了一项特殊活动 只见男主从亚空间召唤出了蓝蜥蜴 可没想到在场的几人 从未见过这种蜥蜴人 在听闻是蓝蜥蜴后更是大惊失色 而他们接下来还要与其战斗 好在男主也知道不能直接打 他让蓝蜥蜴只能使出两成力 不然五个同学可能会当场去世 而他自己则和新来的三人训练 男主让他们单方面进攻就行了 只要能碰到他一下都算钱 男主在装逼的同时还不忘指导他 就比如昆姐虽然对施法实际判断得很好 但施法速度却太慢了 金妮则更应该注重攻击威力和时间 而泰美的攻击手段毫无张法 必须提高精准度 总而言之在场的都是垃圾 没有一个是及格的 另一边的训练也不轻松 虽然蜥蜴人已经放了海 但几人还是像打boss一样艰难 黄毛耗尽魔力才给几人创造出了一丝机会 随后男主单独把昆姐叫了出去 可另外几人却都自闭了 他们一度认为男主召唤的不是蜥蜴而是蓝 泰美也是忍不住抱着姐姐挖挖大魔 好在小谷知道男主不会特意在几人面前装逼 之所以给几人定下高难度 也是因为男主对他们寄予厚望 有了小谷的安慰 几人也终于恢复了干净 而另一边的男主 原来是发现了昆姐有意在隐藏实力 看起来也不像是学生的水平 所以他怀疑眼前的人根本不是真正的昆姐 可没想到对方不仅不承认还使出了色药 于是男主也不管弯抹脚 直接拆穿了他魔族的身份 眼看身份败露他便使出了魅力 可结果对男主没有任何效果 但为了自己的工作顺利 他必须除掉所有隐患 然而就在他动手使小谷走过来 并且认出了他是魔族四将军之一的罗娜 不过罗娜却没有认出小谷 毕竟两人见面的时候小谷还是不死嘴 眼看形势对自己的妙 罗娜便听从男主的话呼唤情报 随后双方来到了男主经常光顾的火火店 罗娜表示要先了解商会的情报 据他所知男主在汽阁镇也有一家分店 他以为男主是属于人族一方的情报机构 可疑问才知道男主保持中路 人魔两族的事情他都不想管 他只想当好自己的商人 而男主则是想知道罗娜潜入学院的目的 原来他是为了调查这个城市秘密进行的人体实验 刚好他在路上发现了这副身体的原主人惨遭杀害 于是他便以坤姐的身份进入学院 只是没想到第一天就被男主识破 在互换情报后男主叫来了帮手 也就是龙女的专属情报员 男主想让他在这里帮忙调查 因为最近有许多亚人会莫名消失 男主怀疑跟人体实验有所关联 而且暗杀工会可能也牵涉其中 当初男主就差点惨遭毒手 最后男主希望店长在下班后也去帮忙调查 这是小谷提醒男主不能全信罗娜的话 之前他和罗娜也是交换情报的合作伙伴 但他现在想想都起 因为已经数不清被罗娜利用了多少次 而且想挖他也是不可能的事 魔王对他有天大的恩情 可以把罗娜想象成讲华版的猪妹 随后男主打算去拜访布兰特家的两姐妹 小谷也是贴心准备好了伴手 来到姐妹俩的住所后男主惊待了 这里简直是毫无人情 姐妹俩很感谢男主救了他们 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不介意以身相许 男主也是没想到 明明两人是附加千金 却不在意他丑陋的外表 并且看他们的表现也不像传闻中的不讲道 看来咒病也不完全是坏事 也让姐妹俩成长了不少 另一边的小哥很快收集到了有关人体实验的情况 翻过围墙他来到了学院住民 这里正处于重新开发的区域 在进入后他发现了一地的衣服 也就在这时他察觉到了其他来的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袭击自己手下之人竟然是一条上级龙 并且还是跟龙妹同个级别 此时他却盯上男主的处子之身 原来对方的前身居然是一个寓解 只不过在和男性共度一晚之后 他的性别就发生了转换 男主顿时人都傻了 想都没想含泪就拒绝了 毕竟身边还有龙妹和猪妹在 就在不久前 白毛在调查潜藏在学校的组织之时 没想到撞见了鲁特 虽然白毛都把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 然而对方仅是一个眼神 白毛就感受到满满的杀气 他看得出眼前之人并不是自己能对付 于是想用念语将此事汇报给男主 但对方却用戒指封锁了他的念语 白毛见状果断先发之人 不料却到了个寂寞 鲁特不仅轻松挡下 甚至稍微一用力就把白毛给震飞了 不过他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直接消失了 白毛也清楚知道了男主的实力 提出希望能相互合作 他可以提供给男主有力的情报 假如能够摧毁这个潜藏的组织 更有丰厚的报酬奉赏 白毛想都没想果断接受 接着利用商会制作的魔道具召唤出一把小刀 轻松地破门而出 随后在离开的途中 他们竟然在基地看到了许多实验体 绝大部分是亚人 同时还有一些人类 想必这个实验是为了提高战斗能力和魔力 由于鲁特夏的诅咒 导致他此事无法和男主联络 无奈之下 只好拔刀将这里的设施和资源给摧 并且让他们得以解脱 另一边 武王和男主正在追踪白毛的位置 从目前的痕迹来看 确认是龙的气息 虽然不是魔族所干的 但一提起龙族 男主立马就想到了 当时袭击自己的屠龙者和他身边的意见 据说他们已经站在魔族那边 看到男主曾被他们伤害过 他立马来了兴趣 本想叫来龙妹和猪妹过来 但目前情况紧急 他必须要在男主面前 好好展现自己的实力才行 同时还发誓 会让所有伤害过男主的人感到后果 正当自己硬起来的时候 不料却被白毛浇了一盆冷水 并且将管理员带过来和男主见面 这让梅德表现的谷王非常愤怒 随后两人进行情报的交换 而这些情报是有关于男主父母的事情 因为在图书馆期间 就看过男主持有肖像画上的人 所以他非常有印象 他记得男性是在担任某国重要职位的姑父 而女性则是高贵的神官 和记录都丢失了 在那场大战后 逃出来的只有他和妹妹 因此他们都被盖上了 抛弃国家的胆小鬼烙印 而他目的就是摧毁组织 想到这男主保证会在这段时间内 尽全力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当天晚上男主正在思考事情 突然一道气息出现 原来是白毛前来汇报鲁特出现在附近 与此同时 旁边出现一道空间门打开 而龙妹和猪妹也随之而来保护男主 因为这条龙的实力非同小区 他们让白毛先行离开 紧接着鲁特就主动找了上门 对方一上来 就自告自己是冒险者工会的会长 并就先前对白毛所干的事情 给予了道歉 这反向操作直接就让三人猛逼了 因为自己并不是人类 所以男主可以用正常的语言跟他聊天 然而一听到男主的声音后 他就瞬间着迷了 原本想告诉男主自己的性命 可话音刚落 龙妹就直接道出了对方的身份 原来对方正是万色之龙 并且是最高级别的龙 至今从未输过一场战斗 虽然都是上级龙 但只要鲁特对自己的少爷干坏事 他就绝对不会置之不语 至于自己为何会变成男性 原来在三百年前的时候 他和男性发生了超越纯友谊的关系 体会到这种极致的快乐后 他就果断放弃了女性的外调 看到男主是个储敌 他更加感兴趣了 男主想都没想果断就拒绝 文言龙妹和猪妹更不乐意了 幸好鲁特不是过来追求打架的 他表示自己有一些冒险者工会的事情 跟男主亲属 一听到工会的事情 男主顿时来了兴趣 原来他的主人和男主一样 是来自一世界之人 想必对方正是自己的父母 而从他身上学到了概念 然后向女神提出申请创办的冒险者工会 所有的工会证卡上都会显示等级 并且还可以解决沟通上的问题 目前冒险工会是以游戏的模式运行 这正是他学来的概念 要知道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完全是超乎常理的 至于要建立这种制度 是为了保持世界的平和 同时也是牵制的一种手段 只要工会设定了等级和级别 冒险者就会努力地往上爬 那么贪婪的欲望就会自毁前程 周而复始就会让人类慢慢自动淘汰 因此憎恨女神的人类也是很多的 而自己并不是可疑的组织 男主还想多听听一些有关于游戏的事情 不料鲁特的解释听得男主一头雾水 但他却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询问对方能不能回到原本的世界 鲁特表示 以男主的魔力是可以完成穿越的 但目的地的随机性也会因此变得复杂 就算穿越成功也不一定能回到原本的世界 这种成功的概率可能只有几千万分之一 解释完之后 他和龙妹离开了此地 原来龙妹也听懂了 刚才男主想要回原本世界的决心 但从原先的世界来的人 其寿命的期限也只不过百岁 虽然这件事情他们无能为命 但对现在的龙妹而言 男主就是他的一切 如果自己的主人死了 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失去色彩 鲁特表示 男主看起来不像是会丢下他们回到原本世界的人 但只要有一个契机 他就会发生转变 而另外两位勇者就已经和原本的世界诀别过了 所以才会下定决心走自己的道路 或许男主会选择除此之外的第三个选项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一根香蕉就收买了最强的僧鬼一组 那是人魔两族都想拉拢的对象 但高傲的他们从不臣服于其他种族 除非你拿香蕉收买它 只要香蕉给到位 上百集的亚龙都被你干掉 男主也是和罗娜聊天时才知道 原来看似人出无害的两人 在外人眼里却是如此牛逼 因为调查学院的目的已经完成 于是罗娜在离开前特意约见了男主 老实说男主是他见过最出色的人类 如果可以的话 他甚至想以身相许 最后他给了男主一个忠告 那就是不能太相信身边的小谷和两个白毛 白毛是被称为残暴的僧鬼一组 因其强大的战斗技巧 魔王军一度想要拉拢他们 但高傲的僧鬼不愿意服从其他种族 所以罗娜认为两人迟早会背叛男主 接着是小谷 在罗娜看来 他是被既非人类 也非魔族的亡灵附身了 可殊不知他就是本体 因为和男主签订契约一事 所以得到了和人类一样的肉身 龙女看到咒文后发现 好像和之前让女神庇库的咒剧有所关联 看来罗娜是个了不起的术师 而说到诅咒男主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为什么身为人类的莱姆能和自己交流 一问才知道 原来龙女用血液把他变成了眷属 这也就说明小哥已经放弃当人了 好在不当人也不完全是坏事 起码小哥的实力得到了增强 所以他很快找到了隐藏在学院里的组织成员 男主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好好当老师 身为一个人类却要反抗女神 原来早就有人类看女神不爽 因为这个世界的神只有女神一个 他便肥心所欲任性妄为 因他而起的纷争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才有了他们这些专门反抗女神的组织 男主听到这心中暗响 说不定自己和这些人很合得来 但金毛所做的人体实验无疑是错误 接着是暑假前的最后一堂课 男主特意叫来了两只蓝蜥蜴 毕竟之前几个打一个根本算不上休息 然而一个他们都打不过 更别说两个了 只是转眼的功夫几个学生全都倒下了 就这样最后的一次训练 还是以完败告终 很快到了暑假期间 但学校里还是有很多内卷的学生 他们想着趁别人放松时 自己偷偷变强 男主的几个学生也是一样 想让男主在暑假期间帮他们锻炼 当然钱是不会少付的 原本男主是想拒绝的 但看在钱的份上 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于是他把训练时间定为每周一次 在被团灭四次后 他们终于勉强打倒了蓝蜥蜴 小谷给几人上了恢复魔法后表示 接下来他们将要和蓝蜥蜴第二版本对战 要不要动 要保持 坚 turkey 是 摩 thought 身体患 Ey 这 是 与此同时另一组的训练也不好说 尤其在灰毛说了一句混蛋后 二号蓝蜥蜴瞬间暴怒 不仅力量突然变强了很多 就连下手都变得没轻没重 好在男主及时赶到 这才没有酿成大火 不过几个学生都很好奇 为什么蓝蜥蜴会突然变强 难道之前都是在耍他们玩吗 结果确实和他们所想的一样 蓝蜥蜴为了不失手打死他们 只敢拿出十分之一的力量 至于他为何会突然暴走 因为人家是个女生 在和蓝蜥蜴训练后 小谷建议几人找魔物进行实战 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连升了八级 这让他们打心底里感谢两位老师 而紫毛也是彻底迷上了小谷 第二天几人继续向深处的湖边探险 他们打算采些药材送给老师当礼物 可在这里他们却遇到了亚物 根据工会卡的情报提醒 需要九十级以上的十人组队才能打过 然而他们的平均等级只有七十五左右 但事已至此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不料亚龙发出了一声威吓对手的咆哮 下一秒几人的身体就变得无法动担 此时他们就像是一群带宰的羔羊 但也就在亚龙蓄力吐息时 一位神秘人及时出手相救 离开 ずいぶん小时停止 何故这些产生的事 何故这些产生的在上 何故这些产生的 occur 我依然要接受的就是土胸部的道 我仍然可以回到小小 我之前有了 我才能返回到 我才能返回到 我才能不能入到 我才能 从未见过如此变态的男主 在场的小伙伴怎么也没想到 一块大家使出吃奶的力都无法撼动的时候 男主只需略微出手 就已知这个分段的极限了 仅是一拳便足以秒天秒地秒空气 这天趁着学校放暑假 男主为了让魔力输出变得更强 他特意找到了冒险者工会的变态龙鲁特 请求有关魔力的修炼方法 文言鲁特猛逼了 明明魔力程度都达到海量的地步 要是让研究机关发现 势必会被当作实验对象大卸八块的 不过鲁特还是给予了男主一本修炼功法的书籍 至于有没有效果那就不得而知了 而在回到亚空间的暑假中 男主每天都要编写论文 修炼剑术 甚至还要处理大家的一切杂物 就在这天 朱小姐告诉他今天的行程是要和艺人们进行模拟战 而艺人们在与伴兽人及其他种族的对战中 至今从未出现过败截 而这得多亏于他们能在空中飞的优势 这让身为伴兽人的朱小姐非常不满 想让男主必须给对方好好上一刻才行 说干就干 在朱小姐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 至于艺人组怎么出招 男主自有自己的应对策略 这时男主才知道 原来这群艺人压根就没有对付远距离攻击的策略 连防御力都是纸糊的 很快第二波人员摆好阵型隐藏了起来 男主果断开启探索领域 在他的作弊行为之下 艺人们的位置暴露无遗 结果可想而知 没有一个能躲过男主的攻击 看来朱小姐说的也不是很强 充其量他们只不过是会飞的一栋把子吧 也就在这时 天空出现了一头大鸟 站在最上面的是他们的组长 男主本想照葫芦画条攻击 不料对方却开启了魔法屏障 这让男主非常兴奋 看来这个组长定是很能打的一个 此时大鸟突然强化风属性 想必是为了冲撞自己 而这种攻击在他眼里 实在是过于单调了 男主只是抬手便轻松化解 组长没想到 原来男主只不过是略微出手 于是想都没想 果断放弃抵抗认输 战斗过后 男主跟他们开了此次对战的分析大会 至于他们的战斗方式 坦白而言 就是艺人们太依赖飞行能力 久而久之 高地上的半兽人和其他种族 便能找到策略轻松应对 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 男主这时才想起 鲁特给予自己的密集 他从书中学到 原来要控制魔力量的话 就必须让他视觉化 这样就有可能将魔力 变成能摸到的物质 于是果断来到了野外尝试操作 一边释放大量的魔力 另一边连续发射加特林 让魔力本身自动持续输出 然后再想办法消除与自己的封建 可由于实在太专注 差点就将自己给走火入魔了 等第二天才发现 是龙妹和猪妹叫醒他 这时他才知道 早在以前就由于太过专注 导致自己的原神出现了分离 如果持续下来 自己很有可能会消失 不过男主没有气泪 隔天晚上又开始了尝试 这次黄天不负有心人 再不出现精神恍惚的情况下 他终于是完成了魔力的物质化 魔力不仅能跟随他的动作 甚至其强韧的硬度更是神级 如此一来 他就不再惧怕女神和屠龙者 时光飞逝暑假也过了一半 今天是亚空间各种族的新招发表会 小伙伴们都想拿出 自己锻炼的努力 让男主好好欣赏 而这次测试的石头 是龙妹从山上挖下来的 并由古王在上面 施加了特殊的魔法 只要出招便能测试出威力的数值 首先第一个测试的是半兽人一族 在猪妹的Bus强化加持下 猪头人奋力一击 竟打出了高达78分的数值 见此男主很猛逼了 这分数有什么好激动的 不过在龙妹眼里 已然是很厉害的存在了 按照现在的基准 接下来的其他种族的数值 可能会更可厉 第二出场的迷雾西一人 登场就朝天空发射冲击波 至于攻击哪里 想必是对一人族的挑衅 随后在组长的吩咐之下 三人向石头发起了攻击 他们这次的威力数值 评分是68 第三个上场的是矮人组 只见他掏出小斧头 朝石头上方而去 虽说小弹能伸缩自如 一斧下去其威力数值 居然高达70分 不过矮人对此却并不满意 第四个上场的是戈尔宫 不过石化对石头 显然等于白杆 最后出场的一人组 在组长的坐标指示下 由高空作战的族人发出攻击 虽然命中率相当精准 但不料分数却是惨不忍睹 比赛结束后 则是由森林鬼进行表演赛 在他们的魔法加持下 石头表面覆盖了一层钉块 于是叫嚣着没人能打破 文言众人无法忍了 可即便使出何种手段 结界还是无法被突破 就在两人还在洋洋折一时 男主竟悄无声息来到他们身后 至于为何能发现漏洞 原来男主是通过挖穿地面进来的 不过其威力数值也得到了50分 接下来第二个要表演的是猪妹 除了每天研究烹饪的兴趣之外 他还特意从男主的前世记忆保管库中 学到了知识 虽然还在尝试阶段 但还是赵葫芦画瓢 做出了男主最喜欢的英雄服装 不过却没有得到石头数值的反应 最后一个登场表演的是古王 他必须要在男主面前展示 自己最新超强威力的新招式 随着魔力的解放 魔杖也幻化成巨剑 好家伙 明明是个魔法师偏偏要将自己当作近战法师 只见他轻轻一挥剑 石头变一分为二 男主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 最后压轴登场是男主 他决定要在这里尝试 先前训练到的新招式来装下逼格 高出力での魔力解放 魁の隐蔽なしでやるのは 初めてだな こ、これは 意識を集中 集中 集中 魔、魔力の物質か 極めて高密度の 魔力体 魔力体か いいね その名前 これが魔術の威力も上げてくれて 強静な鎧にもなる 魔力体だ 这认真一拳 直接将众人整惊呆了 なんじゃこりゃー 夏休み 張り切りすぎて われ一人 凄まじき力の本流 性感はできぬであろうな 魔力開发到极致究竟有多牛逼 男主只是意念一动 魔力就如同水流一端覆盖在其体了 虽然男主不会封属性的飞行魔法 但只要让魔力飞向空中并为自己铺路 那从此天空的领域不再是封属性魔法师的专属 此刻的亚龙一族还在呆呆望着天上奔跑的男主 却怎么也不会想到 下一秒男主一跃而下 直接将龙群的聚集地搞得乌烟瘴气 这天猪头老哥进入迷雾森林探索 却被一只狗熊抓伤 狗熊发出警告 下次再进入森林江沙无赦 受到委屈的猪头老哥立马回去找男主诉苦 再加上龙妹和灵妹在耳边提议 男主很难为情地进入了迷雾森林 虽说此趟是给手下找回公道的 但森林的狼和熊对自己来说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男主也不愿意伤害他们一根寒毛 便打算过来打个口水战便算了 但狗熊可不这么认为 将男主当成了入侵者发起攻击 保险起见 男主切换成速度模式 眨眼便来到狗熊身后 只是触摸了一下对方毛茸茸的背部 男主瞬间就碍了 受到挑衅的狗熊转身就是一巴掌 然而在男主那无敌的液体化魔力的保护罩下 毫无作用 这时森林里的第二个主人也找了过来 男主连忙解释自己没有敌 只是过来交流的 可话还没说完 狼王立即以他那一坤秒50米的速度来回攻击 但在男主无敌的护罩下 狼王也只不过是在刷布署 直到狼王彻底认识自己的弱小 才停了下来倾听男主的话 让狼王震惊的是 男主的来意居然是过来道歉 并承诺会约束手下 不会乱闯这座森林 如果森林的他们遇到什么困难 男主也能提供帮助 不过狼王打死也不相信 明明男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 竟然放低姿态 而且免费提供便利 指定是另有所图 对此男主也总算说出了实话 就在狼王猛逼的时候 一只比数还高的巨型狗熊出现 而他才是熊的老大 但他不是过来干架的 而是对男主提出交朋友的事情很感兴趣 在熊王和狼王一番交流后 便同意加入到男主的麾下 除了狼和熊外 一只巨鸟也找上了男主 对方在听说了狼王的话后 也决定过来参拜一下王 为了方便和男主谈话 巨鸟秒变小鸟 对方解释自己是管理天空和群山的岩鸟 闻言 男主突然想起了老家地球 好像有过这种只存在于神话里的鸟 也称石鸟或者洛克鸟 听到这的岩鸟突然激动了起来 询问男主能不能把洛克鸟的名讳赐给他 他很喜欢 男主表示当然可以 此事过后 洛克鸟高兴地飞向天空 以后就替男主守护和管理亚空间的天空 而在男主忙于处理亚空间事物的时候 还在假期的学生们也不让人省心 因为上一次他们被亚龙击败后 就耿耿于怀 总想着冒险去再占亚龙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上次要不是有男主派遣手下暗中保护 恐怕早就葬身于亚龙的火焰吐息下来 但蓝猫这次死也要去 只因他还亏欠一个人的道歉 米兰达 一个被丢在村子里的孤儿 但村里的人非但没有关怀他 反而老是丢一些连大人都解决不了的 讨伐魔物的委托给他 好在米兰达打小就无敌 任何魔物都不是对手 因此蓝猫对米兰达心生向往 暗恋着米兰达 然而有一次他们被派到极其危险的地方调查 研究所里的危险魔物是蓝猫所见过 让他恐惧到绝望的 但这种魔物 在米兰达手下如砍瓜切菜一般 虽然魔物已经没了气息 但米兰达还在疯狂地补刀 这样的怪物让蓝猫看了害怕 可怪物二字也让米兰达破防 他伤心地逃离了这里 这也成为了蓝猫多年来的遗憾 要是不喊怪物 说不准能和对方一起上学再谈着恋爱了 只不过蓝猫已经没了这种妄想 他此刻只想早点变强 希望有一天找到米兰达 并和对方道歉 对方不是怪物 而是自己当初太弱小 所以这次的亚龙挑战赛 是他必须迈过去的坎 与此同时 男主在得知学生要去挑战亚龙后 有些放心不下 便和古王前去现场探查情况 没想到竟在树林的深处 发现了布置有召唤龙群的祭坛 也就是说亚龙出现在这片森林 是有人蓄意为之 而能做这种坏事的 想来也只有魔族 于是男主安排古王继续调查 而他则去找到龙群再说 很快 男主在湖边发现了一大堆亚龙 先是把一只亚龙传送走 然后便开始了屠龙 只见男主操控魔力便换出云梯 接着来到龙群的正中位置 在群龙惊恶的目光下 男主将魔力集中在双脚接着往下跳 这成功引起了所有龙的注意 都朝男主发起攻击 然而在男主那近乎无敌的魔力护盾下毫无作用 等待群龙的也只会是挨打 与此同时 古王已经找到了魔族的大本营 但由于古王出手太狠 忘了留一个活的询问原因 另一边 学生们收到了男主送的快递 相比于第一次 众人冷静了许多 于是在计划了两分半后 七人分好了攻击任务 先是由粉毛施法分析弱点 接着是辅助释放防御和速度的加成 再由阴阳头骂脏话拉仇恨 紧接着便是近战组的猛攻时刻 这时遭遇重创的亚龙正须能反击 然而这都被粉毛观测到 即使让大家做好了防御措施 就这样化解了亚龙的攻势后 众人开始了反击 这一刻的猶争 准备了 ブレスを吸収する強化スキルか 凄凄 だったら俺も 炎我が力となり 水我が血となり 風我が道となり 血我が衣となれ 強化 うるさいのよその叫び声 牛逼 与此同时 那个曾经的研究所又被人光顾了 来者正是人类最强冒险者 屠龙者索菲亚 和上级龙遇见 原来在当初索菲亚看见了实验记录 知道了自己是被万色之龙鲁特所创造出来的怪物 那时候他就已经心如死灰 蓝毛喊出怪物二字只不过是逼走索菲亚的导火索 而他也摒弃了当初的米兰达之名 放弃了过去 现在的他 是屠龙者索菲亚 是要杀光所有上级龙 那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明明是一击就能毁天灭地的存在 结果依旧有一群大聪明过来找查自己 只因刺客首领认为自己手持上级龙铃打造的短剑 砍断钢铁也能像砍瓜切菜一般简单 要击破男主那果冻般的护盾不就是轻而易举吗 可剑盾刚一触碰 刺客就傻眼了 男主连一厘米都不愿挪动 就将刺客阵飞出去了两米半远 这换一般人都得仓皇逃跑了 但这二笼子却非要和男主拼个你死我活 没办法男主也只好成全他 这天学校正在筹备为期一周的校园庆 除了吃喝玩乐 到时候也会有学生之间的对决赛 王国和帝国也会派人过来挖掘人才 算得上是学生们出人头地的一个机会 于是男主的学生们都为此积极备战 与此同时校园庆期间的商业活动也非常热闹 男主店里的药水全被追加了订单 毕竟价格便宜效果还好 也正因价格太过低廉 神店的祭司觉得男主出售的药水会破坏市场 于是让男主将药水交由神店定价出售 男主果断拒绝 于是祭司又提出了第二个方案 他可以帮助男主消除其他商家 以及客户对药水的负面评价 但代价是要让男主公开药水的制作方法 起初男主有些担忧 不过对方保证药水的做法不会外露 神店会当成机密守护起来 听到这男主也没后顾之忧了 毕竟和最大最权威的组织合作也没多大损失 让对方开一个加盟店便是了 于是隔天早上 男主便拿着药方去神店交货 主教看到男主只能打字不能说话的模样 便表示会给男主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了 听到男主都无语了 给他下诅咒的就是你们神店信仰的女神大人了 看来是不能指望对方能救自己了 因为又到了祈祷的时间 主教暂时离开了 于是男主只能把药水交给祭司转交 之后又和祭司聊了一下这两年半来的创业经历 祭司听得入迷 对男主的印象也稍微好了不少 在将男主送走不到两分半后 主教就急忙跑到了大殿 他告诉祭司 以后要对男主展开行动的时候 一定要征得他的意见才行 祭司有些不解 主教解释是刚才对男主那个药水的解析失败了 无法完全掌握药水的制作方法 虽说可以制作出来 但成功率只有五成 而且考虑到人工和成本 至少得卖到一百倍的价格才能回本 这让主教到吸冷气 表示男主果然是伪装成纯真孩子的狠角色 千万不能与其交恶 这种人只能是当朋友 另一边男主回到店后 发现自己的学生蓝毛居然来了这里 男主有些疑惑 于是用一瓶香蕉牛奶贿赂精灵妹子后 才得知蓝毛是过来询问击败蓝蜥蜥的方法的 而男主交给学生们的任务便是击败蓝蜥蜥蜥 所以这蓝毛想走后门作弊 可惜被男主带到了 不仅要罚这个试图帮助蓝毛的精灵妹子 还警告蓝毛 要是想作弊 那以后就不用来上男主的课了 晚上 男主在逛街的时候 突然感应到石树道杀器 为了解决这些麻烦 男主主动走到了无人的小巷 果不其然 刺客们纷纷献出原形 男主只是随手发射石树发火球 就将小喽喽们悉数干倒 为首的刺客紧接着提借向前 一个照面的功夫 男主就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是当日袭击自己的刺客 可男主疑惑的是 我们还要过来找茬 对方直言他的刺客信条便是 接下委托就一定会达成 毕竟自己还有无敌的龙铃短见 可下一秒 男主直接教他做人 只是一拳 就将对方奏飞到地上不能自理 考虑到以后不能被暗杀者公会缠上 男主也只好毁尸灭继了 在做完这些后 男主心烦意乱 只能回到亚空间练习剑术来平复心情 当然还有灵妹和龙妹来助理 在平复心情后 校园庆也如期举行 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第一天自己的商店外面就排满了客人 虽说已经有人来维持秩序 让货品不至于被轰抢 但店铺里的商品不到两个半小时就被清空了 男主也只好勉为其难提前下班 可手下们来到火锅店大吃特吃 一想到能这样享受的日子还有六天 大家就都开心极了